大家好 我是阿芬 寶可夢阿爾宙斯就要上市了 加入了很多喜翠地區型態的寶可夢 一定不只有官方網站上釋出的那些而已嘛 像以往一樣我們和大家分享 在網路上一些很有才的寶可夢愛好者 所繪畫的一些寶可夢惡創的喜翠地區樣貌的寶可夢 好 那我們第一張看到的是 喜翠地區的風速狗 有可能就會往這個方向發展 中毛變得更加蓬鬆 花紋的部分 顏色的部分就是參考卡蒂狗的設計樣貌 那這次有一個蠻重要的重點是他頭上的這一根 這一根尖角 那這位創作者他認為呢 進化以後說不定會變成鋼屬性的 風速狗還蠻多隻的耶 像是這一位創作者也拿風速狗來做發揮了 他這個角呢 他認為在進化以後會變兩隻 然後中毛的部分纏繞到了角上 那尾巴變得更大 這個我很喜歡這個蠻帥的 那其實大家都是差不多啦 屬性上可能大家會有一點分歧 像這個就會認為是岩石屬性的 這個也蠻酷的 卡蒂狗風速狗他們一家就是參考 石獅子嘛 參考破犬 設計發想的 大家知道 他手上會去壓一顆寶珠啦 那他這邊就壓了一顆 也很像是火球的寶珠 說不定會有喔 就像鹽兔兒一樣 這個也超帥的喔 看起來就很敏捷 感覺就是速度型的打手 可能就會再全一次粉喔 相信一定可以替我們的冒險旅程 多添加一份強力的戰力 那既然提到了冒險 大家會想到什麼 當然就是 奧度爾寶可夢聯名夜光後背包 奧度爾與寶可夢25週年超級聯名夜光背包容量超大 它裡面的空間有這麼大 可以放差不多100本書 然後後面還有一個放筆電的空間 哎唷 25 皮卡丘 今年也是25週年 那你可以放雨傘可以放水火 上面這邊有一個小小的空間 而它呢就可以放一些例如說像是這樣子的零錢包 你把它放在這裡面 手機行動電源 零錢包也是我非常喜歡 假如說你是玩牌的你可以放一些傷害指數 放耳機零錢 它呢是特殊科技的夜光油墨印刷 你在晚上呢 哇超級帥 它會亮 然後後面這邊有就是氣墊可以讓你背起來比較舒服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我會把資訊貼在影片資訊欄 這一款 夜光 多個收納夾成 物件整齊步雜亂 背起來就這樣子 帥 這一次與寶可夢聯名的 都只有這一款夜光的 像是這種比較可愛的 以伊布跟皮卡丘為造型的 有沒有 一大堆啦 超多的 還有行李箱 那你如果不喜歡這麼大的 你可以選這種比較小 或者是兼背包 很多缺貨了耶 還不趕快去下訂啊 冒險必備 這個就是添加了一些 玉石的材料 在喜翠地區 喜翠就是 玉的意思嘛 那不好說 它進化以後這個尖角變成 玉石的材質 聽起來就很酷嘛 對 其實這個都大同小異啦 官方已經將它的設計理念都公開出來了 八九不離十嘛 那些元素都是那幾個在換 就是一些細節上的差別 那相信呢 官方一定會做得比他們還要來的更帥氣更好看啦 這個變成三隻腳啦 龍屬性加上岩石屬性 棕毛的部分變成了有一點棕色的樣子 這個還蠻像武龍武士的感覺 這一圈一圈的很毛茸茸 那大家都是 找了我們已經看到 該隻寶可夢身上的元素 稍微去做調整 像勇士熊鷹 他身上的那一些有點像紫色的超能力的波紋 他也是把他放到了毛頭小鷹的身上 那緊接著呢 喜翠地區的路卡利歐 或許呢 路卡利歐在新的冒險舞台拿到了什麼樣的特殊道具 就可以去轉換形態 這個是格鬥屬性加上鋼屬性的 同一個創作者 他繪製了另外一個 迅雷模式 他是依照我們這次的戰鬥系統去做變化的 鋼猛形態一個是迅雷模式 這個就是力量比較強 速度比較慢 但是這個是 速度比較快 力量上可能就比較低一點 這個就是先前我們跟大家分享過的偷跑資訊說 說不定這一次會有攀爬系統 根據當時的那個剪影來看 那隻寶可夢就是四肢比較修長頭上有一個很長很長的馬尾 很多人就在猜測有可能會是長鼻葉的喜翠地區樣貌又或者是 扭拉的喜翠地區樣貌 剪影在這邊啦 大家還有印象吧 攀爬系統 扭拉如果變成這樣子的話 也是蠻酷的 我一直都很喜歡他這個圍巾的設計 變成岩石屬性加上冰屬性的樣子 好那這邊是 滑滑小子以及他的進化形態 頭巾混混 那這一次 喜翠地區大家可以去注意到他是一個很 遠古日本以北海道為原型所設計的冒險舞台 那很高機率 就算是沒有滑滑小子跟頭巾混混 我相信這一次一定有幾隻 肯定也會有加入 忍者的 設計元素 惡屬性加上毒屬性 加入了手禮件的元素 緊接著下一張是 冰器兒 冰器兒呢 他應該是參考了那個 霹靂電球啦 這一次的霹靂電球由喜翠地區樣貌了 那就將原本的他的那個材質變成了木質的 那冰器兒原本在加勒爾地區他 冰塊材料的 那在喜翠地區他就覺得說可能會變成 木質或者是岩石造型的 吐器兒沒有錯或許就會叫這個名字 緊接著在下一張 這個是喜翠地區的天秤偶 這個天秤偶呢 發想的方向是 我覺得非常非常有創意的 大家可以看下一張 蠻酷的 一定買單嗎? 他可能覺得說拉門博士身上的這些 紫色的元素 就有可能跟念力圖 做關聯 緊接著呢是 達克萊伊 達克萊伊是目前已經在我們的 宣傳片官方網站上有看到了 他還是他原本的樣子啦 但是呢 在當時啊 有一些創作者就認為說 或許會出現一個 遠古時期的喜翠地區樣貌 那他就 找了這個滑頭鬼 來去做一個元素的結合 也是像剛剛講到了 非常有標誌性 非常有名的 算是妖怪 樂天合同的部分 樂天合同一家呢 沒有錯 再加了更深入的 合同的元素 讓他更合同了 他認為新的樂天合同 可能會加入一個龍屬性 水加龍 緊接著的是 野蠻鱸魚的進化形態 優偽懸魚 因為目前我們在官方網站上 宣傳片之中所看到的 優偽懸魚呢 是只有 紅色花紋的 那大家也知道 野蠻鱸魚是有 紅色條紋跟藍色條紋 那不好說 在實際遊戲釋出之後 會有藍色條紋的形態 如果說 真的有藍色條紋的 或許未來的座騎也可以有 藍色跑車跟紅色跑車給你選 不好說 緊接著呢 這個是我們已經確認他現在的樣子 是長怎樣 只是在當時我們只有這張剪影的時候 有一些創作者 按照了這個剪影的樣子 去做了一個 聯想繪製 結果實際上釋出的樣子跟他畫了 讓我們注意到 只是配色上不太一樣 還原度蠻高的 那這個部分也可以給大家去做一個 信心保證的感覺 前面我們不是看到了蠻多 豐樹狗的 二創形態嗎 其實很多的創作者 他的發想理念的方向都是 非常非常的正確的 你看這一張就可以知道 其實跟實際上釋出的樣子 是八九不離十的 來了 本次的重頭戲喔 在網路上有 傳說 說不定在這一次的 阿爾宙斯的冒險舞台的 玉三家 將會有新的進化形態 他們會這樣子想的原因是因為 他是本次的主角 又再加上他們是 已經曾經出現過的 玉三家 其實 遊戲在第一支宣傳片出來 一直到現在 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我們從來就沒有在任何一支宣傳片之中 有看到過 我們的玉三家的進化形態 這難免就會讓人家有一點點 會往這個方向發想 那這位創作者呢 他認為 橘色樹霄呢 說不定會替他加入一個格鬥屬性喔 因為其實在當時的那個冒險舞台之中 偏向較為原始的 寶可夢世界 讓他堅苦非常硬的一個生存環境 進化以後 變得 比起在阿拉地區更加強悍的樣子 我覺得是可以期待的 緊接著 下一個 大劍鬼的部分他替他戴了一個帽子 大家如果有在看那種古裝片 或者舊時代的遊戲 這種戴帽子的俠客 是很常見的一種 武士的造型 這個我覺得 會被加入的可能性 就會比起剛剛所提過的 新的玉三家再來的更低一點 原因是因為我們在 宣傳片之中 其實已經有看過 波加曼的進化形態 帝王拿波 他其實還是他原本的樣子啦 這位創作者一直以來所 繪製的寶可夢二創圖都很棒 所以說我也是早起來跟大家分享 對他加入了非常 濃厚的 日本風格的元素在裡面 櫻花 緊接著也是大劍鬼 那在進化以後讓他站起來 雙手持劍 那身上就是有一些 日本武士的盔甲的造型 這個應該是 多多少少參考 火影忍者 有點像那個虛弩能呼 替身使者 後面幫忙射箭 這個我超喜歡 幽靈屬性就一定要配這種元素嘛 大劍鬼 又是大劍鬼 雙刀流 大大的劍 那個鬥士的感覺 很強壯 這個也超棒的 火加上幽靈 火爆獸 新的火爆獸 有那種忍者的感覺 你看他那個手勢 大劍鬼 單刀流的 剛剛都是雙刀流的 他這個做一個居合的感覺 超帥的 岩石屬性加水屬性 哇 橘色屬性也太帥了吧 惡屬性的 惡屬性的 居射素肖 的確啦 我覺得如果真的要加的話 一定要 有一個更加突破的一個變化 阿爾宙斯 不好說 可能在最終決戰的時候 會來個一段變身 這位創作者呢 就是替他去取了一個名字 就是遠古的阿爾宙斯 橘色素肖 也是忍者風格的 手裡劍 火爆獸 喔這個我很喜歡 很Chill的感覺 而且看起來是會飛的 那麼今天就到這邊啦 如果各位還喜歡我們這項多的分享 幫我們在下方按下喜歡 留言鼓勵 再更喜歡一點呢 幫我們頻道分享給你認為 也會喜歡頻道的朋友 我是阿芬我們下次再見啦 各位晚安拜拜 下次再見拜拜